国校创办于民国42年 幼灵中正公园 左宾原始风貌的山货 环境优雅 校风淳朴 在历届校长 主任 教师 学生的积极经营之下 校务发展蒸蒸日上 末时的正常化教学 吸引了许多学童 就读本校 目前学校除了 一至六年级的39班外 加上附设幼稚园两班 及补校两班 共43班 学生人数已由成立之初的 700余人 增加至1500人 东信国校 在多年落实的 正常化教学之下 绽放出许多傲人的成果 在推广多元性的社团活动中 相继成立了传承民俗的民俗班 桌球队 桌球队 手球队 游泳队 网球队 其中 民俗班曾两度出国 宣伪乔包 而桌球队 而桌球队更是名列全国前八强的超级进旅 为了让东信国小的小朋友 能在更完善的环境中学习 学校陆续新建了各项设施 包括教室的兴建 专科教室的设置 游乐场 供给营养午餐的餐厅和面食中心 及正在兴建设备完备的体育馆 面食中心更成为供应基隆市学校午餐的中心 东信国小在现任校长朱献锦先生的领导下 继续推展各项校务发展重点 充实各项建设 以骆驼的精神 让东信国小的学生 在更美好的环境中 快乐地学习成长 实习校长 由陈建荣同学担任 工作要目 一、协调各处市之联络 二、综合办理各项实习业务 教务处 教务主任有陈建仪同学担任 有教学主 教聚组 注册主 分担相关业务 教务处工作要目 一、主持教务会议 二、协助进行教务工作 三、巡视各班教师教学情形 及查核教学进度 五、字、策划教学环境布置 五、评量及安排教学观摩 训导处 训导处 训导主任由连辉煌同学担任 有、训导处 生活教育组 及体育组 来共同推展训导工作 训导处工作要目 一、召开训导 导护会议 二、处理重大的偶发事件 三、举办各项竞赛 四、办理学童讲成事宜 五、办理招会、周会等团体活动事宜 总务处 总务主任由徐勇干同学担任 有、事务组 出纳组 文书组 及主记事 共同负责财务 生活等问题 总务处工作要目 一、召开总务处工作会议 掌握工作状况 二、设计实习期间所需相关表格 三、协调本班与实习学校相关事务 四、以节约 使用原则编列预算 五、处理及反应实习期间生活问题 六、承办各项会场布置 辅导室 辅导室主任由谢惠心同学担任 设有资料组、辅导组 共同推广学生辅导室仪 辅导室工作要目 一、拟定辅导工作计划 二、综合办理辅导相关事宜 三、协助教师推广辅导工作 环境美化室 环境美化室主任由曾玉军同学担任 并有四名主员共同规划学校环境 环境美化室工作要目 一、美化学校环境、主题布置、职务辩认牌等 二、制作邀请卡、实习看板、办公室布置、实习成果展 研究出版室 研究出版室主任由陈轩玲同学担任 设有摄影组、出版组 研究出版室工作要目 一、制作实习手册及实习通讯 二、制作学校简介 三、负责电脑管理事宜 四、建立各项研究资料档案